哈囉大家好 我是軟嫌小天使阿欣 我是軟嫌小天使Mandy 你怎麼了 我在學的怎麼樣數位轉型 你這樣塗髮電缸太辛苦了啦 快上軟嫌Youtube頻道 按讚分享並開啟小鈴鐺訂閱 上面有超多數位轉型的姿勢喔 先讓我冷靜一下 緊接著進入今日的活動主軸 首先邀請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 陳正然理事長與各位分享 傳統領域數位轉型雲端應用新藍海的議題 陳理事長深耕產官學等領域 協助政府與企業與數位發展旅程中 把握關鍵轉型契機 塑造嶄新價值 共同促進數位台灣之發展 讓我們歡迎陳理事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正然 今天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能來這裡跟大家分享 台灣產業在面對 數位轉型的挑戰跟機會 那我今天會用雲跟藍海 來探討這個 數位轉型的挑戰跟機會 這是我的簡歷 我們在1993年 看到整個 數位網路的發展 就是投入 探索這樣的機會 其實這也是整個 最近幾年數位轉型的 我認為是一個起點 陸續我參加過很多的創業併購 也擔任一些公司的董事 這供大家參考 我想接下來 未來的幾十年間 全世界所有的產業 當然也包括台灣的產業 都要面臨的一個問題 就是雙軸轉型的問題 那也就是說 面對整個 數位科技的挑戰 怎麼應用數位科技 來強化企業的競爭力 這個是涉及到 企業生存的問題 但是同時 因為氣候變遷的議題 使得我們必須要面對 綠色轉型 也就是怎麼樣在 企業經營或生產 或者是提供服務的過程裡面 去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所以未來 雙軸轉型必須要同時進行 因為如果我們企業不做數位轉型 你將不具競爭力 在未來也難以生存 所以數位轉型 可以讓我們更具競爭力 可以生存 但是如果我們不同時 面對綠色轉型 我們將無法永續 那我想這樣的議題在未來 都是大家一起要面對的 那我們今天 我主要跟大家探討的是 我們要怎麼樣面對數位轉型 其實數位轉型很重要 已經不遠可遇 可是我們真實的情境 可以看到畫面上 這個古老的預言 就蝦子摸像的預言 事實上數位轉型雖然很重要 可是我們不管從需求端 或從服務的供應端來看 大家對於應該怎麼來進行數位轉型 或者數位轉型應該涉及怎麼樣的面向 其實是莫中一世的 有人認為應該要導入AI 有人認為說應該要上雲 有人說你要用資料科學 有人說要用5G 5G還沒用完 又說要B5G 那資物廠商 客戶來 希望能夠提供一個 這個先單營藥 就讓它可以瞬間數位轉型 那事實上 真實的狀況就變成 莫中一世 所以我想在面對數位轉型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我們到底要怎麼去理解這個數位轉型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大綱就是 我會聚焦在台灣的中小企業 在面對數位轉型的時候 應該怎麼去理解數位轉型 那中小企業在面對數位轉型的歷程 它所面對的挑戰跟機會在哪裡 那中小企業在落實數位轉型的時候 那個最佳的實踐 或者說數位轉型成功的關鍵因素會是什麼 那我會用一些簡要的圖表來協助大家理解 這樣一個大的產業發展趨勢 首先什麼是數位轉型 我們如果看坊間的很多的研究報導 大家會各自從很多不同的面向去解析數位轉型 越聽越迷糊 事實上我覺得數位轉型 應該一句話就可以理解得很清楚 我認為數位轉型涉及三件事一句話 數位轉型涉及運用數位科技 數位轉型運用數位科技來做什麼來解決問題 那數位轉型除了運用數位科技解決問題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創造新價值 那運用哪些數位科技呢 這個IABCDE等等這些新的數位科技 比如說物聯網AI 這個區塊鏈雲端或資料科學 或者是這個Edge Computing 或者是5G 或者現在最流行的generated AI等等 總之就是運用數位科技 但運用數位科技的目的是什麼 解決問題 解決企業在經營產自銷 或者在提供服務的過程裡面 怎麼樣讓這個企業的經營變得更有效率 更有競爭力 那更重要的是在面對 因為數位科技帶來的 這個新的數位經濟的浪潮 怎麼樣透過數位科技的運用 可以去提升企業創造價值的這個過程 甚至去創造出原來沒有運用數位科技 所能掌握到的新價值 所以換句話說 數位轉型簡單講就是在組織面對 新的經營挑戰的時候 在追求經營成功卓越的過程中 運用各種新數位科技 解決問題 並創造新價值的歷程 所以事實上數位轉型就是 運用數位科技 解決問題 創造新價值 那在數位轉型的歷程裡面 事實上我們真正在落指的時候 你會面對三個不同的面向 那第一個你必須要先讓組織整個數位化 就我們從過去類比或者說 如果說我們在作業上是紙本的程序 透過數位空氣的導入變成一個數位的格式 在各個階段裡面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些數位的格式 進行追蹤 進行資料的收集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假定沒有跨出這第一步 我們就沒有辦法進入到第二步 就是運用數位的工具 跟運用數位工具對於生產或者服務歷程的理解 所收集到的資料來進行整個產品 或者整個服務或整個營運的優化 那在進行優化以後 我們會收集到更多的資料 組織會更熟悉數位科技的運用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進入到第三個階段 就是運用數位科技以及收到的資料 去尋找過去在經營裡面所看不到的問題 或沒有找到的機會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去建構新的商榜 或者在整個產製或者是這個行銷 或者是這個服務的提供過程裡面 去發現新的商業模式 創造出新的價值 甚至去改變整個遊戲規則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進入到真正的轉型的階段 所以數位轉型它其實不是一個計畫 或不是一件工作 你可以在一個既定的歷程裡面去完成 它也不是一個線性過程 而是組織必須有節約心去做持續的改變的一個歷程 所以它往往涉及到的是疊代的多層次的過程 也就是說在一個組織裡面 你可能在不同的部門裡面會歷經這個數位轉型的不同階段 有些走得比較快的單位可能已經在做數位優化 有些部門可能數位化還需要很艱辛的去推動 有些部門可能已經開始進入一些新的商模 或新的服務模式來提供 或新的產品來提供 但是有些部門可能還會有一些延遲 但這是一個正常的程序 接下來我們說數位轉型是運用數位科技來解決問題創造價值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衡量數位轉型的效益 基本上數位轉型的效益 我認為會有三大面向 以及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核心 三大面向 我們推動數位轉型 第一個會看到的是營運的作業 就是你會運用數位科技來達成組織營運效能的一個提升 第二個面向就是我們運用了數位科技以後 是讓你對市場或對顧客的了解、認識以及掌握 是會比以前更好 所以運用數位科技以後是可以去優化產品 或者優化服務或者優化顧客的體驗來提升價值 第三個數位轉型所能帶來的效益就是 基於數位轉型整個組織能力提升之後 事實上會引導組織去建構研發新的產品跟新的服務 這個時候其實組織就可以轉型 進到一個新的營運階段 去創造新的利潤空間 產生新的競爭力 但其中有一個大家很容易忽略的核心就是 我們在推動數位轉型的時候 除了營運卓業 除了創造新的科務體驗 除了創造新的商業價值以外 其實更重要的是 要創造多元利害關係人的價值 多元利害關係人包括兩個很重要的 這個stakeholder 第一個就是付全員工 數位轉型如果推動成功的話 員工理論上應該工作會更有效率 成就感會更高 他的個人的收入 以及在職場上的成就會更高 第二個很重要的 多元利害關係人就是我們的股東 透過這個數位轉型以後 理當我們股東的獲益也要增加 所以我們在衡量數位轉型的時候 必須要從這三大面向 跟一個核心來看數位轉型的價值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談的是 大家都了解數位轉型很重要 但數位轉型在真正推動的過程裡面 到目前為止 為什麼會充滿了挑戰跟艱辛 首先我研引國際管理學院 就是瑞士的洛商管理學院 IMD他們在疫情後針對數位轉型 做了一個全球大規模的調查 發現說疫情的確是加速了 大家對於數位轉型的認知 事實上我們在過去幾年 大概最普遍的就是 過去我們覺得會議人一定要到場 現在大家大概很習慣 可以運用線上的會議 甚至是線上跟實體混合來進行 也就是說在IMD的調查裡面 的確發現在這個疫情後 全球有大概90%以上的 企業組織都認為數位轉型 是它的組織的最高優序 應該去推動的事 但是實際上我們看 WF委託這個MIT 市統管理學院做的另外一個全球調查 就在疫情後發現大家在疫情期間 的確大量的投入金錢 有超過一兆2000億美金的數位科技的投入 但是僅僅只有我們看畫面的左端 大概只有13%的企業領袖 認為它的組織在導入這些數位科技以後 是有成功的來應應這個數位轉型的挑戰 那我們看同樣類似的研究 McKenzie長期對這個企業的數位轉型 每兩年做一次大規模調查 也有同樣的結論 大概只有16%的企業 可以有效的來應應數位轉型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在IMD 的研究裡面發現 其實很關鍵的因素出在 多數的組織其實缺乏對數位轉型正確的了解 那也因為缺乏正確的了解之後 就缺乏完整的數位轉型的策略 那我們說策略其實就是 組織應應整個企業的應應 它的資源配置 如何有效配置來達成企業經營的目標 這些方法 我們稱它叫策略 也就是說你組織是怎麼去搬動 人才 錢才 器材 去達成你組織應應的目標 所以當你缺乏策略的時候 你組織的資源的配置 就會沒有辦法有效地達成企業經營的目標 所以在多數的組織缺乏數位策略的狀況底下 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數位轉型到目前 多數的企業仍沒有辦法有效地推動 所以在IMD的調查裡面 甚至在疫情期間 雖然全球的企業都大量投入資源 但是真正在有效應應數位轉型策略的比例 並沒有增加 甚至從2019年以前前的22%降到21% 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造成有87%的數位轉型計畫 事實上是沒有實現它的目標 我們在前前一張圖看到 全球的組織其實有超過90% 認為數位轉型對於組織的影響是重大的 但是在同一個調查裡面 去詢問企業組織 有沒有研理有效的回應策略的時候 我們發現在疫情前後 也就是在土的底端綠色的部分 事實上有效地去研理數位轉型策略的比例 並沒有增加 甚至沒有有效或做適當回應的比例 在這個土的最上端 事實上還在增加 在今年 製作會跟IMD也合作了一個類似的調查 再看台灣的狀況 我們看台灣的狀況 在受訪的企業裡面 認為沒有適當地去應應數位轉型的變化的比重 其實台灣是高於全球的 沒有自訂有效的策略來應應整個數位轉型的比重 甚至更遠高於全球的一個比例 所以在我們過去 數位經濟即產業發展協會 也在經濟部跟數號部的支持下 我們也針對台灣的不同的次產業類別 做了超過800家的企業 大概我們也看到類似的狀況 我們如果看這一張圖裡面 沒有數位轉型策略的比例 事實上是相當高 當然不同的次產業有不同的配比 但是更有趣的是 有清晰的數位轉型的願景跟策略的比重 其實跟國際的調查差不多 也就落在大概13%到15%之間平均 在這個部分它會具體的反應在 產業在數位轉型的投入是明顯的不足 我們如果從企業每一年投入數位轉型的投資來看 其實大部分的企業是不滿100萬的投入 超過100萬的比例其實也相當低 這有限的資源我們如果看它投入的面向 大部分都還是停留在初階工具的應用 比如說像ERP 比如說柴塊系統的運用 或者說進銷存等等這些系統 但是如果涉及到真正進到數位優化 或者進到新的商模的建構 或者透過數據去建構新的數位產品 數位服務 比如說像CRM 客戶的管理 或者是KM 知識管理 或者說供應鏈的管理等等這些 比較進階的數位科技的應用比重 就相當的低 而且這個在各個次產業類別 大概都有同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說接下來如果要有效的推動 中小企業的數位轉型 它最有效的實踐 我認為有幾個關鍵因素 第一個 我們如果看到國內外過去調研研究 最常看到的就是缺乏有效的策略 也就是說未來如果要有效的推動數位轉型 企業首先必須要透過有效工具的以及方法的導入 去協助企業研擬有效的策略 也就是研擬有效的企業資源配置的方式 來達到經營的目標跟目的 第二個在整個數位轉型的過程裡面 從過去的調查裡面 大概有另外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 缺乏一個有效一致的一個領導 所以因為數位轉型設計的其實是一個產業 各個面向的一個改變 它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所以面對這種典範移轉 有高度不確定性的狀況底下 有效的領導 或者我們說top down的這種轉型的這個驅動 其實是必要的 所以我覺得第二個很重要的是睿智的領導 那第三個是數位轉型其實涉及跨領域的 包括這個領域知識跟這個資訊軟體 或者是數位科技的結合的運用 那這個有效的結合就必須要有異業的結盟 所以數位轉型必須透過這個協作跟合作來落實 才會最有效 那第四個我覺得很重要就是 最有效來佈建這個數位科技的方案 就是運用雲端服務 那接下來我再進一步跟各位說明這四個面向 如果要研理有效的策略 如果要研理有效的策略 一個企業必須要先了解自己處於 數位發展過程裡面的什麼樣的面向 那數位經濟技術產業發展協會 過去在吳政偉跟呂署長的支持之下 我們有跟國內幾個學院單位一起發展了一個 數位轉型的量表 這個量表主要就是從企業的數位投入跟數位成熟度 以及數位成效來協助企業了解它的現況 以及了解所在產業數位轉型的狀況 以協助企業來做這個巡政的決策 就是依據自己的現況去研理有效的這個數位轉型的策略 那這個量測的這個面向依據不同的次產業別 我們也會去發展這個次產業的量表來協助企業做轉型 那我不在這裡做詳細的說明 在這個螢幕上有網址 大家如果對於這個量表的運用有興趣 可以到這個網址去了解下載運用 我們這是一個開源的一個運用的方式 那第二個是數位轉型成功的關鍵因素 一定是要有銳智的領導 也就是它必須要top down 這個是WF做的一個研究提出來的 這個數位轉型成功的關鍵因素 他認為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銳智的領導 也就是透過一個銳智的領導 去貫穿整個組織需要有項全 這個前瞻的這個願景 那依據這個前瞻的願景去研理有效的策略 那透過有效的策略去領導整個組織去建構有效的這個技術的 數位科技的這個部件來確保整個組織能夠投入創新跟轉型 那第三個很重要的是 數位轉型需要透過槓桿協作 因為數位轉型其實涉及到典範的移轉 涉及到企業所在的領域知識 涉及到企業所在的領域怎麼樣導入最有效的數位科技 所以協力合作是數位轉型最佳的推動方案 所以如何跟知識業者軟體業者跨越合作是推動的必要的做法 那在這個協作合作的過程 我覺得最有效的方式是透過雲端的運用來導入這個數位的解決方案 雲端的運用可以說是數位網路時代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 也就是我們把各種數位科技的基礎建設 包括軟硬體都擺在雲端 透過雲端就可以讓有需求的業者透過數位網路就可以上到雲端來選取他所需要的服務 那這個至少有六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當我們在要導入這些數位科技或數位解決方案的時候 其實時間是很關鍵的一個因素 就是世界武功微快不敗 就是怎麼樣快速的有效的導入會影響到你的競爭力 那如果我們還要涉及到硬體的採購 還要涉及到硬體採購進來以後的這個系統的建置 甚至這個軟體的研製 通常在導入一個解決方案可能要三個月到六個月 這算快的 但是如果我們透過雲端來導入很可能在一夕之間 慢的話也是三到五天事實上就可以導入一個服務 這個對於企業在導入這個數位科技的運用 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那第二個是由於不需要去採購軟硬體 是用這個paper use 的方式來使用 這個雲端網路上的各種的軟硬體的服務 所以在這個硬體的一次性的投入成本 從各種研究裡面它的效率都是比較高的 那更重要的是現在的數位科技的發展順喜萬變 在這個去年的下半年 大家可能還沒有聽過這個生成式AI 那今年大家都在用生成式AI 那所以每次當有這種新的發展部件的時候 假定我們都要再次重新去建構自己的軟硬體的環境的話 那就會使得自己在競爭上的優勢會喪失 所以雲端的服務的部件是可以讓企業很靈活很快速地 來隨時去應應市場或應應客戶 或者應應整個產業環境的變化 去調變自己的服務部件 那所以這樣的過程裡面 對於強化企業的競爭優勢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第五個是 在運用數位科技或數位網路的時候 現在有一個共通的問題就是 我們經常會碰到資安的問題 我想很多的企業都已經深受其害 但是我們如果在企業或者特別是中小型的企業 你要來佈建你的資訊軟硬體環境 同時你還要有一個維護資安的專業團隊 我相信台灣大概99.9%的企業 恐怕都很難有這樣的投資 所以這些東西怎麼樣去結合雲端的運用 讓提供雲端服務的這些專業公司的專業人員 來協助我們去維運我們的服務 跟維運我們服務的資安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性價比最高最佳的選擇 那最後是當我們運用雲端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會把大量的服務的資料去累積 那我們如果累積了整個組織的數位能力以後 我們就學會可以在雲端去分析這些資料以後 事實上是可以提供我們的企業 在業務跟客戶的動作能力部分的提升 也就可以進入到真正運用數位科技 來提升企業營運的價值 也就是創造新價值的部分 所以在整個數位轉型的過程裡面 不管大小企業 但是特別是中小企業 在缺乏資源 缺乏專業人力 缺乏專業職能的狀態底下 要導入數位科技去提升自己企業的競爭力 去提升自己企業的營運價值 其實最有效的方法 應該是使用雲端的服務 所以我想我今天很簡短的跟大家分享 我們都了解數位轉型很重要 但數位轉型其實一句話就可以講清楚 就可以掌握清楚 數位轉型其實涉及到的就是 運用各種數位科技 來解決企業的營運的問題 來創造新的價值的一個歷程 在這樣的歷程裡面 它其實沒有萬寧丹 不同的企業依據它所在的產業類型 依據它經營的重點 依據它的規模 是讓它的數位轉型 必須要有不同的營運策略 也就是它必須要有不同的方式來配置 企業的資源來達成它營運的目標 所以我們必須運用有效的方法 比如說像我們協會建構的數位轉型量表 來了解自己在整個數位發展的狀況 才能有效的研理數位轉型的策略 那在數位轉型的這個部分 有了好的策略以後 還必須要有睿智的領導 而且這個必須要top down 必須要由上而下的來帶領整個企業組織 去面對整個產業典範移轉的過程 那在導入數位科技的時候 最有效的方案就是跟支舞業者合作跟協作 那最有效運用數位科技的方式 就是運用雲端服務 我相信如果把握住這些原則 我相信所有的台灣的企業 都可以有效的來導入數位科技 解決問題 創造價值 也就是我們都能夠真正有效的來推動 自己的組織的數位轉型 來因應整個數位經濟發展的時代 掌握數位經濟發展時代出現的新章機 也就是新安排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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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